国立大学牙科学院开创新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通过扩增实镜技术 学习口腔放射检查 新技术能够避免辐射 还能够让学生在课堂外 甚至是在家中练习 你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只需要人体头骨模型 上方放置一台手机 连接扩增实镜软件后 便能开始为模型扫描口腔 系统也会实时反映 显示扫描位置是否正确 开发新技术的国大牙科学院表示 牙科放射学在本地日益重要 因为它可以帮助牙医检查骨骼 蛀牙和牙齦疾病 学院计划明年8月推出技术 取代目前的训练方法 现在因为它是用于氧化氧化 所以我们必须跟学生一起联络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 是一个幻想模型 学院表示人口老化加上慢性病 口腔卫生管理更重要 研究显示 本地有约三成的年长者没有牙齿 如果没有牙齿的话 就饮食方面可能也会出现问题 不可以吃好像肉这些 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足 热灵人士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患上 这个牙周病 尽管过去三年我国有更多注册牙医 但仍缺乏老年专科牙医 因此学院今年首次开办 为期两年的老年牙医学深造文凭兼职课程 让牙医进修 新传媒新闻记者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